猎人这群活颜王又研发出新的东西 一个货真价实的黑洞 刚进监狱我就被牢牢地吸附在墙壁上 因为黑洞就在我身后 它疯狂地吞噬着周围的方块 我将面前的玻璃打碎 扔出手中的种子 几乎是一瞬间就不见了 要是没有这些黑钥匙 我一定也会像种子一样 我想逃出这里 可身体却被死死地钉在墙上 先在背包里做个工作台 将其放置在角落里 让我想想做些什么 哪里来的红石粉 可能是黑洞吸过来的 用它来启动活塞 艰难向前移动了一米 手里又多一团红石粉 可能是有人在前面扔垃圾吧 这样一来我又能做活塞了 把两个活塞叠在一起 然后按下按钮 一番操作下来我成功移动了两米 但我依旧走不动路 就这样我被罚站了一晚上 直至一位墨影人死在我面前 这就是狗屎运吗 有了这玩意儿我就能离开 我将珠子朝出口扔去 却不料被强行吸了回来 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 只得再从工作台想办法 对了 我可以坐几艘小船 四艘船足以 我只需要不断地重复放船 再上船的动作即可 唯一的要求便是手速得快 我用足全身的力气向前奔跑 这才堪堪躲过被吸走的秘密 出来之后有一个跑酷关卡 看来想出去就必须要闯关 有着黑洞引力的干扰 这会比平常困难不少 我得时时刻刻提防 自己别被拽到岩浆里 黑洞已经把我原来站的地方吞舍了 这膨胀速度实在不错 摆在我面前的是 跑酷关卡最难的地方 接下来就到最后阶段 那个小房子已经被黑洞吸进去 要是再晚十分钟出来 后果我都不敢想象 黑洞的引力越来越强了 一个小小的跑酷关卡 就让我汗流加倍 经过最后一跳 我成功逃出这里 身后有一个告示牌 黑洞实验关闭按钮 看样子这个黑洞 只是在实验阶段 但也与真实黑洞相差无几 我按下按钮 黑洞便消失不见 猎人立即注意到这一现象 他们嚷嚷着要再次将我抓起来 我迅速躲进传送门里 却不料传送门的另一端是下界无敌 当我察觉到自己上当时已经晚了 他们把传送门催火 你就永远待在下界吧 可恶啊 原来这一切都在他们的忌讳之中 我成小丑吧 不过一定有办法能救我出去 我还剩了一些木板和火药 以及一把贴膏 就在我四处查看这里时 一只岩浆怪出现在黑钥匙上 我懂吗 怪物会出现在除基岩以外的方块上 因此我用两块木板 搭建出一个简易平台 等了十分钟依旧没有怪物出现 看来这个地方不会刷怪 我得动身前往附近可以刷怪的群落 离我最近的应该是下界堡垒 将木板移动到这里 这下应该会刷怪了 果然 来了一只凋零骷髅 好消息是我猜对了 坏消息是我没有食物不及 要是我死了就再也进不了这个服务器了 因此我得万分小心 无伤击败黑骷髅 下一个刷出的怪是补验人 我必须得躲开他发射的火焰 然后趁他攻击CD时再上去战斗 而且在进攻时也要注意嘴 击败他得到一根火焰棒 之后又来了一只凋零布 这家伙掉了一块木炭 不过这些东西好像没法帮我脱困 我又陷入了思想挣扎 好像听到恶魂的声音了 我去 什么时候出现呢 对了 我可以借助他的攻击点燃传送你 快向我发动攻击吧 一定要瞄准我 我的天 这你也能射外 可能是我站的位置不动 你再试试 不曾想他的攻击被黑药试探吧 似乎是恼羞成怒 这家伙不再离我直接走 可恶啊 我又成孤家寡人了 难道要在这等下一个恶魂出现吗 看看能做些什么吧 对了 我好像可以做火焰蛋 怎么把这事给忘了 我将传送门点开 终于要离开这个只有头皮屑的鬼地棒 OK Guys We need to make a new black hole But the ingredients we need are another star TNT Netherite Ingrid And Crystal 我乐得去 刚回来就得知一个这么重荡的消息 黑洞的制作配方我已经知道了 接下来我要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了 为了赶在猎人之前做出黑洞 我只得找他们这些材料 这箱子里唯一有用的便是灵魂纱 因为我刚好有三颗凋零骷髅桶 可以召唤凋零得到下界之心 我还需要借点下界和精变 因为这玩意儿实在不好获得 到底是什么东西值得猎人去轮流看守 怀着好奇心我决定一探究竟 那座黑药石建筑应该就是他们的保险 可惜没能抢在那家伙之前抵拔 现在去硬碰硬无疑是自寻此物 最好能整一瓶女生药水 这样我就能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溜进去 还是先把下界之心搞到手吧 装备而言可能会有点失利 但我别无选择 必须争分夺秒 好在我的武器还算凑合 这是我为你精心挑选的目准 没法自由飞翔的凋零对我的威胁会效果 我可以随时进攻或者撤退 不求一击必杀 但求万无一失 一旦血量过低我就及时补充状态 在凋零狂暴时卡在掩体后攻击塔 我生涯KD1000比0且战绩可差 小小凋零就别再挣扎了 轻松将其击败 飞动材料的进度来到四分之一 接下来我得去找天梯了 这里是猎人刷苦力怕的地方 可以进去整些火药 里面有一位猎人正在刷怪 我若是直接摸过去 遇到他转身就糟了 得想个更安全的路线 这些吊灯好像有说法 我可以从这里悄悄摸到他头顶上 就算被发现一时半会儿他也耐火不了我 火药应该都在他面前的箱子里 一个大跳去往面前的吊灯上 趁他这会儿在看箱子我得赶紧过去 这里够不到箱子 还得再靠近一眼 希望他不要抬头 我点击箱子的编辑 看到了两千团红 我随便取了三组 这些已经足够了 接下来得离开这里 右边的灯笼跳不上去 因此我无法原路返回 走下面的话也很危险 看吧 他转身了 只能走左边了 这家伙真是一刻也不显着 我走的每一步都异常谨慎 生怕被这家伙听到任何动静 终于要离开这里了 随着TNT制作完成 我便集齐了一半的材料 接下来我得去汤夏节 收集制作墨银水晶的材料 其中最关键的便是恶魂之类 这是唯一需要我动手的地方 默影之眼可以找朱灵老哥帮忙 正好这里有个下界堡垒 我就顺便刷点火焰粉吧 有九个护甲只和一把钻石剑里 这次不必再束手束脚 拿到火焰棒之后 我去找朱灵堡垒 得搞些金子和他们交易 看得出来 他们很想和我站在里 但是我不太想搭理他 直接用钓鱼杆把他们都拽走 然后趁机进入堡垒 将战利品箱里的金子都转移到我这 随后找一位朱灵老哥做交易 把所有金钉扔给他 食食物者为俊杰 快给我来些墨影珍珠 小小油猪还想和我较量 朱灵老哥应该交易完了 他脚下那个绿色的玩意儿 应该是墨影珍珠 对不起 你可以走吗 居然有两颗珍珠 这不血传 最困难的地方要来了 击败恶魂得到恶魂之类 由于我没有弓箭 只得反弹火焰弹攻击他 但这显然不太容易 烧有不剩我就可能会掉心 最折磨的是恶魂一直在动 我反弹攻击还得误判他的走 一不小心我就可能会烧起来 十分钟后我终于成功了 为了这一滴恶魂之类 我消耗掉二十块牛排 回到主世界把沙子烤成锅里 然后做出墨影之眼 像这样随便摆摆就可以做出墨影水晶了 就差下界格精定了 我得去收集隐身药水的材料 击杀蜘蛛得到蜘蛛眼 然后做成发酵蜘蛛眼 放下酿造台开始制作药水 所需要的材料有下界有火焰粉 金胡萝卜和发酵蜘蛛眼 酿造完成 我可以前往猎人保险库 门口的守卫已经换了 我喝下隐身药水 随后将盔甲卸下 直接朝着保险库的大门一路小跑 希望这家伙没有看到我身上的气泡 很好 应该是没看到 我慢慢摸到他身旁 然后再迅速钻进去 守卫没有表现出任何异常 看来我是安全的 不好 有半线钩 我身后的墙被堵死 看来这个守卫非常自大 我可以把盔甲穿上了 还好有隐身药水帮忙隐藏名牌 墙上的这些木板和木梯 应该是跑步用的 一路向上便可以抵达保险库 早知道我就带些方块来了 什么情况 哪里冒出来的岩浆 这些岩浆不会一直上涨吧 看来我得赶紧出发了 果然如此 我要是跑得太慢 就会死于岩浆池里 我的天 这么远的距离 这也太极限了 好在这依旧难不倒我 这岩浆长得也太快了吧 我一刻也不敢停留 继续朝着有梯子的地方前进 终于能缓一下 先跳上这根木栅栏 再跳上前面的木梯 其他的随便跳一跳就行了 就在我想放松时 岩浆再次逼了上来 好好好 这么玩是吧 打开门跳上黑钥匙 然后踩在门上继续前进 保险库就在那边 最后这部分跑酷看起来很简单 实际上一点也不难 这里必须短跳不能大跳 否则撞到天花板便会掉下去 OK 可以冲刺了 不料在最后一秒我还是沾到岩浆 我想拿方块堵住 却发现无能为力 幸亏岩浆不会再涨了 这里有一些附魔下界合金甲 可以把我身上这套换了 我在箱子里找到一些工具 以及下界合金钉 这下制造黑洞的材料齐了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 将它们逐一摆在工作台上 成功得到黑洞种子 我要用它将猎人们一网打尽 那场景该会有多么震撼 在猎人赶来之前 我只有十秒的时间 还好我有效率五的下界合金稿 一瞬间便能钻进地里 猎人现在都在我头顶 这是个大好的机会 我用稿子挖到猎人村庄下方 确保他们没有离开后 在这里放下黑钥匙以及黑洞种子 一颗小型黑洞诞生了 我在它的引力场下步履为奸 扔一块牛排试试会怎么样 瞬间就消失了 这玩意接下来会长得越来越快 我必须赶紧离开 这些猎人还聚在村子里开会 丝毫不知即将到来的危险 猎人终于察觉到危险 他们纷纷朝着相反的方向跑去 可如今为时已晚 强大的引力场就像是一头牛 在拉着他们进入地狱 至此我也可以离开了 坏了 我也走不动路了 就不该多看内眼了 哈哈哈哈 已经有人被卷进去了 自作自受的感觉不妙吧 终于 所有的猎人都被吸进去了 黑洞就像我无限膨胀的欲望一般 他盯上了我和服务器里的一切 这次没有暂停按钮 我也将为自己的鲁莽付出代价 尽管我苦苦挣扎却依旧无济于事 最终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这是一只血族骆驼 他的脖子上带有特殊印记 特殊情况下他会觉醒成战争骆驼 其上他就能成为服务器霸主 我为了让骆驼进化成战争形态 需要去争夺孔雀石 我和猎人几乎是前后脚抵达这里 不能让他们看见我 取走孔雀石 炸掉房间的玻璃 我一跃而下朝外跑去 雷吉把孔雀石拿走了 兄弟们快追啊 坏了 依旧是被他们发现了 猎人一定会设法夺走孔雀石 为了甩开猎人我只能见走偏锋 从百米高空一跃而下 一波精彩的跳水 随后我坐上提前准备的竹筏划船离开 猎人们也追了下来 还好他们没有带船 助手莱西已经在前面等候多时了 这下我逃脱追捕的概率就大了许多 雷吉你拿到孔雀石了吗 是的没错 不过我们惹到大麻烦了 得赶紧回到基地去 幸好助手带来了坐骑 这只骆驼的老爹是纯种血族骆驼 只要回到基地猎人就再也拿我没办法 小黄没有辜负他体内一半的血族传承 带着我们既翻身又过河 由于没有吉士卫士的缘故 小黄的脚力渐渐慢了下来 突然脚下响起一声爆炸 我们仨通通坠了下去 更不幸的是小黄还牺牲了 我和助手掉进陷阱 心爱的坐骑也已牺牲 但只要我能回到基地 就有机会得到战争骆驼 我不但要活下去 还要保证孔雀石不落贼子之手 到时心账旧账一起算 猎人在我们头顶喊话 要我交出手里的孔雀石 见我不愿意去从 他们开始想法子折磨我 有只小猪在发射器上行走 一旦它踩到压力板就会触发激光 头顶果然开始落下许多天体 我和小助手只能在狭小的空间里东躲西藏 挨了一扎我半血已经没了 忽然我发现面前的黑钥匙形状很对 我喊小助手来看 我这里有两块黑钥匙和一个火焰弹 这可真是太好了 我要来它手里的东西 随后补全下界传送门 接着点火启动 就当我准备去往下界时 一堆TNT落在我脸上 还好我反应快 这才没有受伤 但很可惜的是传送门被毁了 我们得想想其他办法 是的 让我好好想一想 对了 我们好像可以搭高出去 你有方块吗 总共还剩11块 我向来西藥来这些方块 随后开始搭高 没给我吓死 恶霸JC一脚将我踹了下来 我会在这里一直盯着你们的 除非你能交出孔雀石 莱西被人一直看着也太难受 我们得快跑啊 头顶的TNT冷不丁就会出来偷袭 因为没人能预测出佩奇的脚步 吃块牛排冷静冷静 我也来踩压力板了 嘿嘿 我勒个去 JC居然放出这么多TNT 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迟早要GG 我问莱西还有什么东西 我还有一个墨影龙手 以及一些 没等他说完我就打断了他 因为我突然有个奇思妙想 我在工作台制作出一个音符盒 先观察JC的动向 不能被他看到我在干什么 我将音符盒放在角落里 放上墨影龙手 随后使劲敲击音符盒 墨影龙的咆哮响彻整个监狱 JC一听这么多的墨影龙咆哮声 哪怕是身经百战的他也不由得腿软 计划成功 终于可以安心准备越狱的事了 我还有一个木阀粘液块 活塞和拉杆 没想到莱西还剩这么多好东西 我就不信今天我们出不去 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就是木阀 我想卡墙角出去 显然这座监狱是加固过的 木阀计划宣告失败 执行B计划 我要用活塞和粘液块的弹跳能力驱走TNT 我制作出一个人体发射器 可惜还差了点高度 我得找些方块垫一下 让我看看周围 找到了 这些沙力可以收集起来 将三块沙力垫在下面 随后再次发射 我在空中驱走了十块TNT 这些用来搭高是不够的 但是我有别的办法 莱西提醒我她那里好像可以炸出去 我决定试一试 摆上三块TNT 用拉杆启动 然后取走拉杆 眼离爆破范围 后面居然不是黑钥匙 我看到一丝希望 这下就可以放心炸了 先放两块TNT 一声闷响传来 我进入洞里查看 发现后面都是黑钥匙了 看来爆破计划也失败了 我们可不可以用TNT把自己发射出去呢 莱西的这个想法非常好 但我一般不会轻易用这一招 因为它太危险了 可是到如今也顾不得这些 我摆上四块TNT围成一圈 中间放上粘液块和拉杆 启动拉杆 我和莱西挤到最中间的位置 脚下剧烈一阵 我们俩纷纷飞了出来落在草地上 得赶紧回到基地里 省得夜长梦多 突然我听到活塞触发的声音 回头时却见莱西已经不见了 它有可能是掉进陷阱里了 但我现在更担心的石家背头 回基地取了工具再来救它吧 这里就是我的基地了 门口都是莱西中的花花草草 可我却无心赏景 一心只想找到大白 来到围栏置我傻眼了 它可是全服最后一只纯种血族落落了 这些黑色的地毯是什么意思 走到房间门口我发现一张告示牌 沿着黑色地毯过来 拿孔雀石换人 这可不太善望 我虽然有孔雀石 可大白和莱西都在他们那 一换二我绝对不亏 我刚想出去提出交换 却发现城墙上不对劲 大白正被他们吊在空中 他们居然虐待我的爱中 我改变主意了 绝不会将孔雀石交给他们助纣为念 听见有猎人出来的声音 好险 我回到上面走进猎人堡垒 刚进门我就发现莱西被关在这里 哇 是雷吉 快带我离开这里 我看到身后的箱子 直接拿走里面的东西 随后用试稿挖开铁栅栏 邀请莱西和我一起去就大白 不对哦 在那之前先把孔雀石给我 虽然感到不对劲 但我还是很信任他 将孔雀石交给了他 你人真好 但是对不起了 什么意思 莱西 你是要背叛我吗 你为何要这样做 因为你太蠢了 我这么信任你居然还被刺我 没办法 猎人给的实在是太多了 行 他们给的多是吧 吃我一击 哈哈 这就是背叛我的下场 其实我早都察觉到了 就是想看你有什么把戏 但问题是我好像依旧被困在这里 下面怎么这么吵 我勒个去 这至少得有100只墨银满 不仅如此 墙上的活塞楼梯正在展开 估计不到两分半他们就能到我这里 看看背包里有什么 一些藤蔓 我可以试试用他们来爬出去 可惜我只有7节藤蔓 显然是不太够啊 我还有一个骨方块 一截竹子和泥土块 我又有点子了 把竹子种下去 随后制作一些骨粉 站在竹竿上不断向下撒骨粉 直到竹子到达最大高度 依旧是不太行啊 我只能重新回到下面 收集一些竹子用来做木棍吧 墨银满已经抵达第二个转角 估计我只有一分钟的时间了 包里还有一棵樱花树苗 让我试试能不能催化成大树 可我骨粉都扫完了也不见它长大 你在和我开玩笑吗 藤蔓还在不断生长 但是要等到它们长至洞口 可能那时我的坟头草都有两米高了 只能用出最后的杀手锏了 这一招我一般不会轻易使用 因为我的飞球体质实在是太强大 第一颗紫松果差点让我原地去世 我赶紧吃下第二颗回到上面 紫松果直接给我的滴血压制好了 我还有三十秒的时间 樱花树还是不见长大 看来今天我命休矣 突然我听到上面有人在喊我 不是幻听 是沸沸来了 我知道孔雀实在你呢 我们一起联手推翻猎人的统治吧 你的提议我接受 但是能不能先救我出去 沸沸非常爽快地就把我拽了上去 重获新生的感觉太棒了 跟着我 我知道大白在哪里 沸沸告诉我 她已经在这潜伏一个月了 对于猎人的巡查机制了如指掌 带着我藏到楼梯巡视的死角 两秒后一位猎人飞快地从我们眼前掠过 沸沸带着我爬楼梯直到抵达楼顶 一出门我就见到了悬着的大白 沸沸射箭将她放下来 我把孔雀石融入她的血族印记 随后大白就觉醒了战争形态 我和沸沸从没见过这么帅的坐骑 迫不及待地骑了上去 此时猎人们也以围了上来 感受着坐骑汹涌的力量 我直接发动了战争践踏技能 猎人被我们砍瓜切菜一般纷纷击败 所有邪恶的势力终将会被正义绳之以法 我和沸沸俯视着这座黑暗的堡垒 有意的羁绊就是这么强大 我被猎人推下悬崖 失去了拥有的一切 重生后自然一无所有 也没办法去找猎人们讨债 好在我还有一座秘密保险库 可以让我东山再起 经过一天的赶路来到这里 只需要把枯萎灌木放在这个位置 井水便会自动消失 并出现一条密道 这是我花费114个小时研究出来的 难以置信 我居然会死于猎人为奖 等我待会儿拿到魔王站起来 定要将他们屠路殆井 不对劲 为什么那里会有一个名牌 他不会在我的基地里吧 还真是 他到底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这家伙竟然是在偷我的物资 要不是你有钻石头 我早就教你做人了 那里是我的盔甲室 也是存放魔王战甲的地方 我得悄悄前往那里 要是走楼梯下去的话 很有可能会被他发现 我记得我的基地里 没有这些红色方款 我懂了 他是用TNT一路炸进来 趁他再翻箱子 我得赶紧行动了 我去 赶紧撒下一瓶敏身药水 希望他看不到我 也看不到这些气泡 很好 他没有察觉 我先是跳到大门的铁栅栏上 随后一步步回到地面 整个过程中 他不再有任何法 可当我到了盔甲室才发现 魔王战甲已然不见 肯定是被那个小偷拿走 我忍不住气得直哆嗦 来一来之音 不好 求求你不要杀我 可下一秒 我的脚下轰然暴涨 跌入一座水池 接着里面弹出TNT 不想死就必须站在中间 等待被人体大炮发射出去 这是杨萌娃 头顶有着一百个命令方款 我本想跳下去回到水池中 却发现猎人快要把他堵上了 跳下去显然必死无疑 就在我琢磨脱身之法时 一道惊雷打乱了我的思绪 哪里来的闪电 我滴个妈呀 这些命令方块正在打雷 只要被雷劈到就会掉一分血 这实在是太折磨了 好在这座监狱有一圈是铁栅栏打造的 把羊毛垫在下面 再放上一个活塞 用拉杆启动它 这样墙上就会出现一个缺口 随后把活塞收回来 再把脚下的岩浆块打碎放入活塞 头上再用一个羊毛块卡 启动拉杆切换游泳姿势 这是什么情况 居然失败了 我的头和脚被抢着了 既然活塞行不通 那就再想想其他办法 可惜我没有矿车 就连小木船也没有 好在我还有一张床 将它放在离我最近的地方 安心等待夜幕降临即可 就在我哼着小曲等太阳落山时 一道炸雷劈在我身上 瞬间就少了四颗星 幸好我还有一些牛排 我就不信你能一直劈我 对不起对不起 是我错了 得想办法阻止自己被雷劈 先把工作台放下 让我想想哪些是有用的 对了 先把铜块换成生铜 然后把熔炉放在地面上 准备冶炼金属 把用不到的东西当成燃料 我需要三个铜钉制作避雷针 一把木铲只能冶炼一块 我还有一根吊杆 只能忍痛割爱了 可这次居然也只得到一块 完了完了 我没有燃料了怎么办 让我想想还能做些什么呢 我居然把它给忘了 铁桶才是真正的宝贝 角落里还有一挖岩浆 把它装起来就可以用作燃料 这玩意儿能烧好久 烧出铜钉的第一时间 我就做出壁雷针 然后把它放在离我最远的角落里 这样闪电就不可能劈到我身上 看吧 我成功了 更棒的是夜幕已经降临 我可以传送出去了 什么情况 系统说我距离小床太远了 只能把它打掉换个地方了 然后用钓鱼杆把它收回来 坏了 我刚才把钓鱼杆用作燃料了 这就意味着我的小床收不回来 可恶啊 我居然又犯虫了 让我想想还有什么办法 等等 哪里来的猪叫 我包里刚好有马鞍和胡萝卜 看到它了 不见一般离开了这里 猪哥 求求你看我一眼吧 身后再次响起炸雷声 好在有壁雷针帮我挡在 不过这次的闪电好像有点密集 忽然之间命令方块的颜色就变了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肯定对我不利 事实证明这个猜测是对的 循环命令方块开始随机掉落药水 与闪电的惊心动魄相比 这更能摧毁人的意志 引起心底的恐惧 在我闪躲了十分钟后 还是不小心中刀啊 原来这些是漂浮药水 我还以为是伤害药水呢 我的天哪 原来顶层的窗口里都是小白 他们集中火力朝我射减 凭借灵巧的走位 我硬生生耗完三分钟 终于再次回到地面 此时的我早已焊流家吧 要是再来一次 我必将死在这里 吃块牛排冷静一下 好险好险 赶紧想啊 怎么离开这里呢 包里还有一块血和一块台阶 以及一个活塞 我可以用它们来做一个透视装置 接下来好好看好好选 脚下放一个台阶 两边用方块堵起来 不过要先放一个活塞 然后是启动拉杆 完成一半 最后一步是放许 随即奇迹出现 周围的所有洞穴都一两无一 那个白色的洞洞就是我的保险 与此相邻的是一块粉红色的区域 应该是某个猎人的秘密基地 它有一些红色的前引荷和两排大箱子 如果有人要偷我的东西 那我一定要狠狠地偷回去 这个洞穴里有一个墨影人 我死死盯着他的眼睛 希望他能传送上来 可惜隔着墙壁他可能看不到我 得想个办法把它引过来 先把这些东西都拆掉 因为我要重新放置一下 把活塞对准刚才那个洞穴 先把铁栅栏推出去 很好 我能够到那块沙子 背包里的TNT现在就派上了用场 把它放在沙子旁 然后用拉杆启动 随着一阵嘶嘶声 TNT落到墨影人脚下 然后便是轰然爆炸 墨影人出现在监狱里 先搭建一个安全庞 接着便可以有恃无恐 这把剑副磨了掠堵 因此它百分百掉落墨影珍珠 前提是墨影人不要逃跑 得到珍珠了 我记得猎人的秘密基地在这个方向 那就直接去那里了 先找找秘密基地的入口在哪里 在我仔仔细细搜索了三分钟后 终于发现一处不同寻常的角落 那里好像有一条隧道 艾莉的秘密基地 哈哈哈哈 总算是被我找到了 我一定要把失去的都拿回来 等等 这里好像有人 居然又是那个炮鸡 趁它还没看见我得先躲起来 真是奇怪 它和艾莉同属猎人阵营 为何还要偷盟友的东西 果然和我想的一样 我注意到身后有一台摄像机 真是天助我眼 果断开启录像功能 将炮鸡的所作所为录制下来 找机会把录像给其他猎人砍 打倒这个可恶的家伙 Alright that'll be good Let me get out of this place Wait there's some chess up there I'm gonna go check them out 坏了 这家伙要上来了 我只得藏身于洞穴藤湾中 好在这家伙并没有注意到 他的心思都在箱子里的宝物上 Alright another base is raided Let me go back to the village and it sounds like nothing has happened 这家伙要回猎人村庄了 真是太好了 我只要跟踪过去 把视频给其他人看 倒是炮鸡必然成为重视之地 我便有机会夺回魔王战甲了 希望他不会突然转身 要是被他发现我就完蛋了 我必须要把证据带回猎村 很好 快要进村子了 看看其他人在哪里 很棒 找到他们了 不过盗贼也在那里 他肯定会编一些谎话 Guys you won't believe it I just saw a leggy stealing from Ellie's base Oh what That's like the fifth time this week 这家伙已经陷害我五次了 Five times is enough Let's find this kid and kill him 我从来没偷过任何东西 不行 我必须得证明自己 证据在我手里 Guys look There's the thief 你们别听他的 他才是小偷呀 可突然我脚底一疯坠入陷阱 我绝不是小偷 我有证据 Shut up Bludgy We already heard it all 不是他说的那样 他贼喊捉贼 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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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I hear is crying 没想到他们非但不信 还嘲笑我一波 就不能给我个机会 自证清白吗 其他人不太可能相信我 但如果我能找到艾丽丝聊 还是有机会的 等等 当然不是 我是被猎人关在这里的 那我们还真是同病相恋 我当即邀请沸沸和我结成同盟 先试试能不能搭高出去吧 别担心 我包里还有些方块呢 出口看起来确实很高 但我可是有着32块沙子 很快沙子就用完了 我包里还有四个方块 先把活塞放下 然后用拉杆击火它 接着放上工作台 还剩两个方块 但我距离出口至少仍有6米 多余的尝试就不做了 回到下面把沙子收起来吧 利用火把收集法 很快就能把它们全部收回来 别急 肯定有办法 什么被动静 没错 这是怎么回事 好恐怖的声音啊 我去 出现僵尸了 这些红眼僵尸的血量和攻击力 都是普通僵尸的两倍 它们的攻击甚至附带火焰效果 靠着蜘蛛网的减速 勉强将它们全部抄堵 这些家伙是从哪里来的吗 原来这些锤类藤的后面有刷怪吗 这可不太妙 这是不争的事实 你有稿子能挖掉它们吗 记了 居然是隐身药水 让我想一想 把它撒在我们身上吧 只有两分20秒的时间 保持原地不动 我要给猎人发消息了 你的监狱实在是太简单了 希望他们快点回来检查监狱 不然时效一过我们就成小丑 等猎人发现监狱里没人后 我们就可跟在他们后面逃出去 什么 没有办法你敢说 我已经逃跑了 很好 猎人来了 看不见我看不见我 可突然一箭破空而至 我看到一些权子 他们还在 prison 一旦被箭矢射中就会显形 因此我疯狂闪避 可惜在一分钟后 我俩还是个重一箭 坏了 我们被发现了 那他们都是 这狠狱的狱子 好大家 让我们出去 可恶啊 这个炮击一直说我是小偷 这不纯纯的栽赃陷害吗 我明明有她偷东西的证据 wait what you have evidence 必须的 等我离开这里 一定要找到爱琳 告诉她谁才是真正的小偷 那个不祥的声音再次响起 接着便是声波爆炸 一大批苦力怕从刷怪龙中走出 oh no I'm already low HP 趁着沸沸帮我吸引火力 我从侧面狠狠地攻击他们 可最终还是没能阻止沸沸被抠袭 好兄弟就这样离我而去 她的死是炮击造成的 掠夺附魔也太爽了 将沙子和火药全部做成TNT 最终得到八块 或许我可以做一个人体大炮 将自己发射出去 成则逃之夭夭 败则含冤而亡 我将八块TNT两两放置在四个方向 中间用红石粉连接 放下这块红石便可激活TNT 来吧 成败在此一举 希望沸沸保佑我 一声爆炸后我便飞了出去 平稳降落在一堆甘草块上 暂无危险 不过这个位置不隐蔽 被猎人发现就难办了 这是什么声音 原来是我脚下有两位猎人在吃东西 两分段后他们离开了 面前的房子里没有名牌 我要去找找艾莉的厦门 屋中看到一些箱子 我就忍不住想借点东西 坏了 有人要来了 我赶紧爬楼梯躲到二楼 随后继续朝楼顶转 他还在往上爬 我该怎么办 看到火板门我就仿佛看到了救星 躲在箱子后面应该就安全了 这家伙就在我面前 我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很好 我应该安全了 必须得尽快找到艾莉 多带一秒我都有生命危险 我打碎窗户溜出去 在村庄外围仔细观察 这座房子有点像是艾莉的风格 太好了 我终于找到她了 我进屋之后便轻声呼唤她的名字 然后一层层的寻找 可这家伙居然不在家 不能白来一趟 拿点食物先甜饱肚子 既然不在家她会在哪呢 会不会是在其他猎人家 篝火周围有一堆名牌 我捏手捏脚地绕了过去 去其他人的房间搜寻艾莉 这可不妙 我居然没注意到楼上有 希望这家伙看不见我 幸好她出去了 我松了口气 下次一定要再小心一点 我滴个妈呀 找到艾莉了 我打碎窗户就冲了过去 必须要把录像给她看 艾莉 听我说 Legi 我绝不是小偷 我这里有证据 看了录像之后 你就明白一切 可事实就是如此 误会解除 我们要把真相告诉其他人 然后除掉炮击 不愧是猎人 出手就是大方 我去做陷阱 你去说服其他人 艾莉又给我丢了一些工具 从没打过这么富裕的仗 我一定要做一个超级陷阱 首先在山脚下挖一个洞 效率5的铲子用起来就是爽 大概向下挖10米就够了 在墙上留一个3米长的走廊 然后布置一排粘性活塞 Legi I convinced them They're here to help you with the trap 干得漂亮爱人 对于你们曾经的迫害我选择原谅 把这个小偷解决了 不然你们的金库会一直少东西 Yeah ma more on your side Just tell us what to do 把这些墙壁都换成黑钥匙吧 果然还是人多效率高 将标把放在电路墨网 当我设计它时 活塞便会启动 活塞肯定不行 所以还要再加一些TNT矿车 每隔一米铺设一条铁轨 在最前面放置一条动能铁轨 每个铁轨的末端放置一个发射器 在里面填满TNT矿车 陷阱已经完成了 只要标把被击中 活塞便会伸出 然后TNT矿车将落在小偷身上 最后一步便是把这里还原成最初的样子 All right Logi Let's kill this piece 没错 就由你们去把小偷骗到这里了 All right we can do that Let's go guys 我目送着猎人远去 接着回到坑里准备就绪 Yo what's up We found a secret base want to raid it with us Ur I've never done that before But sure let's go All right we want to be this way guys 他们回来了 得打起十二分精神了 Legi go 我应声而动 接着射击标吧 Nice Did you forget about your mortal armor Legi 坏了 这家伙靠着战甲硬扛了所有爆炸伤害 剑状不妙我赶紧开认 Where do you think you're going guys 可猎人们不明所以 他们在炮击的进攻下纷纷倒地 我们的讨伐联盟瞬间就土崩瓦解 完蛋 忘了这茬了 原来这套战甲这么强吗 这家伙死死地追着我不放 Legi come back here How dare you tell all my friends the truth 我不想和你说话 贼喊捉贼的小丑 要不是盔甲被你偷了 你都已经死八百遍了 我唯一的活路便是爬到山顶 因为我知道盔甲的弱点是不减坠落伤害 我还有一把强击弓 一个绝妙的点子在我脑海里诞生 我将它引到山顶 然后从悬崖上一跃而下 反身至出墨影珍珠 接着一剑将其击落 自诩无敌的他一定不会想到自己会被摔死 又是一次惊险反杀 可惜那些因他而死的人再也回不来了 当进服务器我就察觉到不对劲 我想逃却逃不掉 猎人用人体大炮将我送上万米高空 我在空中掏出背包里的蜘蛛网 赶在落地瞬间垫在脚下 正所谓大难不死必有补刀 猎人用屏障世界将我封锁在里面 屏障边界会不断收缩 30分钟后将汇聚成一点 说吧这些阿伙便走了 我必须得找到办法逃出去 猎人基地距离这里只有100米 我今天要是逃出去了 绝对不会给他们好骨子吃 首先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撸树 我的想法是做一艘船直接划出去 收集好原木制作木船 接着就可以实践我的越狱理论了 我对准角落开始划船 对角明明没有方块 却不知为何我卡不出去 让我跳下船试试 又回到里面了 可能只是这个角落不给我面子 让我试试其他三个 很快就全部试了一遍 看来今天划船是出不去了 我又想到一个新的办法 是不是可以搭高出去呢 收集一些泥土试试 好在我这个铁铲附魔了效率三 速度非常之快 30秒就能收集两组泥土块 选好一块风水宝地 我开始向上搭高 不知不觉已经搭了100米高了 抬头看了一眼我人傻了 它是无限高的 我原本的计划是搭高到出口 然后跳出去 显然这行不通了 时间已经过去5分钟 我需要快速回到地面 为此我决定冒险一把 直接跳下去用小船落地 有惊无险平稳着陆 在我收回小船时 两只蜘蛛围了过来 我用附魔铁剑轻轻松松 就把他们打了 讨厌的小白又在偷袭 两剑将它做掉 怪物不断从四面八方扑来 浪费我一晚上的时间 黎明之际又出现一位女巫 我本想和平相处 可它却朝我泼脏水 无奈我只能将它斩杀 这些负面效果着实难受 不知它掉的红石有什么用 时间还剩一半 让我看看还能造些什么 我知道要做什么了 不过我得先去搞点原石 在地下稍微挖了二十秒变气 回到上面制作出活塞 然后再做一个红石火把 聪明的小伙伴肯定已经看出了 我要用活塞把自己推出去 先清理出来一个角落 然后放块泥土 旁边安放活塞 再把四周都围起来 放下小船 随后坐进去 只要插上红石火把 活塞就能运作了 希望我能成功吧 我被推到边界上 随后又被卡了回来 到底是哪一步出问题了 我不甘心 我要再试一次 这次我把活塞放得更近一点 我今天就不信了 插上红石火把 船已经被挤出来了 但是当我下船的时候 居然又回到原地 此时我的血压开始疯狂飙升 彻底地对小船失去了信任 我开始思索其他办法 床和墨影珍珠与小船 有着相似的越狱功能 或许都可以试一试 眼前就有一只行走的床 送它去见太奶的同事 我还能得到羊毛块 这就叫做护力共鸣 还差两块羊毛 可惜你是只黑羊 对了 我好像还有四条细线 把它们做成羊毛块 然后我就可以造床了 我无法把床放到边界外面 但是我可以把它放到边界线上 接下来就是等待边界收缩 和夜幕降临 到时候我便可以靠睡觉 顺移出去 太阳已经下山了 我也可以行动了 小床现在已经整个在外面了 我走到边缘疯狂的幼稽小床 可预想中的顺移并没有发生 看来这一招也不行 才想起来我还有一个墨影箱 希望里面有紫苏果和墨影珍珠 结果里面居然是空的 这就是不去未雨绸缪的下场 无奈我只能把墨影箱挖掉 看到掉落的黑药石 一个绝妙的点子在我脑海中诞生 我明明可以去下界啊 还差两个黑药石才能做传送你 而且我也没有打火石 看来我得下去挖矿了 三分钟后我发现一座溶洞 这里有很多水 跳下去时不小心被石锥捅到 差点给我当场送走 赶紧吃块牛排压压惊 水已经找到 还差一座岩浆池 一分钟后岩浆也找到了 我迫不及待回到溶洞 然后把水流引下去 当我再次回到下面时 水火已然焦入 黑药石有了 还差一块碎石 一切准备就绪 我决定回到上面造传送门 为的就是激怒猎人 期间一直有绿豆瓶骚扰我 我本不想理会 直到发现包里没有铁钉 希望将个能掉一块 显然它并不给我这个面子 此时屏障空间已经非常狭小 我最多还有五分钟时间 可铁钉依旧没有着落 只能指望僵尸给我送了 用泥土搭建了一个遮阳棚 等待刷怪 很快就有僵尸出现 可铁钉显然不是那么好刷的 我连续斩杀 十只僵尸掉落的全部都是腐肉 时间还有两分半 这个空间只能容纳一人 难道我要以这种方式战败了吗 直到晚上 我的恩人拿着铁钉出现了 我含泪将它斩杀 放下工作台 做出打火石 激活传送门 一气呵成 就这还想困住我 猎人真是小丑 可到了下界我傻眼了 原来猎人早就预判到了 这下我成小丑了 好在他们没有把我关在下界 而是带回了基地 不用想就知道 他们要没收我的装备了 我把东西乖乖交出 然后在临走时顺手牵羊 他们押送我去往村庄的西北角 原来是一座黑钥匙监狱 我早都见怪不怪了 但我没想到 他们居然把头顶给封死了 真是有够觉的 我尝试手录黑钥匙 却发现有挖掘疲劳 黑钥匙瞬间变得像机烟一样 既然如此 那就只能置去 刚才从箱子里顺走的只有这些 让我想想该怎么利用 居然有墨影珍珠 那事情就很简单了 先做出一些木棍 然后再制作木梯 把它们架在墙上 随后爬到顶部 制出墨影珍珠 什么情况 这都能失败 不急 我有的是主意 召唤小木船 这次该你发力了吧 坐上小木船朝着角落滑行 不出意外的失败 不过我还有三次机会 一分钟后三次机会都已用完 我只得寻找新办法 Maybe 我可以制作一个基岩粉碎机 随便安装一下就行了 最后再放上火板门 当它启动时 活塞下面的方块就会出现本消失 因此用它来对付黑钥匙 简直绰绰有 打开火板门趴下去 然后启动拉杆 等待爆炸的发生 与我预想的结果稍微有些出入 此时的我终于算是前驴技球吗 本着良好的越狱素养 我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检查一下背包看看 还有什么宝贝能用 这些都是过了 没什么用 一些菌丝体以及一块蘑菇 还有17块骨头 我想到一个新的办法 先把骨头磨成骨粉 再把菌丝体放到角落里 在上面种上蘑菇 这是有说法的 当蘑菇长大时 它会把周围的方块图化掉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接下来我要验证这个理论 尽情期待奇迹吧 我将骨粉一团团的撒下去 不知不觉已经撒了30团了 直到还剩一团骨粉时 它终于长大 我不知道自己是倒霉还是性命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我将蘑菇一节节挖掉 看来我成功了 松了一口气 接下来就可以搭高离开了 我把工作台和泥土块一次放下 然后是火板门和军丝体 把蘑菇挖掉 终于看到外面的世界了 坏消息是猎人在守株带土 就这样我被他们逼下悬崖 好在我手里还有一节目体 这才避免了悲剧的发生 就当我以为自己终于逃脱魔爪了 猎人直接跟了下来 无奈 我只好再次缴械投降 这次他们要把我关在一座基岩监狱里 身为俘虏的我只能照做 临走时他们警告我 如果再逃出去他们将不再客气 古有丞相七情梦火 经有猎人三情雷击 如果威胁就能令我放弃的话 我也不会出现在这里 观察好周围的地形后 我决定挖掉木板放水出来 水流把木板送到我手里 我的想法是顺着水流游出去 可是这水流量实在不够 我试图堵住下面的水 让上面的水流下来 显然它有点不听使唤 那就只好把木板拆掉 要是有火板门的话 我就能爬出去了 我将周围的木板都拆掉 让水流把它们冲下来 七块木板应该就足够了吧 先做出一个工作台 然后再做出火板门 糟糕 我忘记火板门需要六块木板了 这可不妙 还差三块木板去哪里凑呢 难道我真的要被永远困在这里了吗 一只蜘蛛出现在我的视野里 它们纷纷朝我袭来 看来今天咱们是无法和平相处 塞翁是马胭之飞腑 我虽然被困在这里 但这也使得蜘蛛打不到我 捡到蜘蛛掉落的细线后 我想到新的越狱办法 蜘蛛源源不断地出现在我周围 看来附近有一个蜘蛛刷怪龙 一不小心就被毒蜘蛛咬到 它们的伤害对我而言太痛 我只能小心翼翼地掰瓢攻击 想必你们已经猜到了 我想坐一张床来月日 十分钟后我集齐到三个羊毛块 终于坐出小床了 将它扑在我面前 然后直接躺上去 当我起身之后就是一个自由人了 不过还得小心猎人的埋伏 很不幸 我又中招了 两位猎人拦住我的去路 他们说了一通鸟语后直接躺了上来 还好我反应快躲不一击 我把腿朝框到外跑去 最终跑到一座断崖前 不管了 豁出去了 好在这次我没有跳到石锥上 不过危机还在 得小心猎人的锥杀 我沿着水柱朝上游去 忽然间豁然开朗 原来这是一座河底矿洞 上岸后我朝猎人基地跑去 他们离我有二十米 浑水摸鱼才能活 看到羊圈后我果断跳了进去 接着蹲在角落里 直接与黑羊群融为一体 对于我的凭空消失 猎人都是一脸懵逼 就这样一直躲到天亮 我打开后门走进去 打开箱子先看看有什么 等猎人走了我再搜刮 不知是什么鱼让他这么兴奋 这家伙终于走了 看到有人要出来 我闪身躲进浆果丛 咬牙忍受一阵阵刺痛 好在这家伙没有发呆 他走了 我赶紧钻进房间 黑钥匙和玻璃挺有用的 这些装备我也全部削了 物资搜集差不多我可以撤了 见有人要出来 我连忙躲到火板门下面 看样子猎人都挺忙呀 我来到野外搭建一座下界传送门 来到下界后我用杀力围成一圈 随后放下工作台 制作一些墨影水晶 这绝对是游戏中威力最大的道具 接下来我还要围绕传送门 制作一个小陷阱 必让他们有来无回 十分钟后我大摇大摆地回到猎人村庄 迎接我的只有箭矢和对家人的问候 我不断地嘲讽猎人 从而实现空温的目的 我率先穿过传送门 然后引爆一颗颗墨影水晶 就在我以为自己胜利时 阿火出现在我身后 他拍了我一下并说要带我去一个地方 为何我的视野一片漆黑 等我恢复正常后 阿火已然消失不见 我身处一座巨大的迷宫里 无论我往哪走最终都回到原地 难道这一切都是一场梦 我的CPU快要烧掉了 屏幕前的你能看出端倪吗 只有一颗心的我 该如何战胜这些猎人 稍有不胜我就有可能死亡 更不幸的还是这地狱开局 我的天 一定要蹭到那个小水石 太极限了 只有一颗血 我哭了 脚下到处都是岩浆块和仙人掌 我若一步小心踩上去 并会当场隔屁 居然还有僵尸 被他摸一下我也会死瞧瞧 逃跑的过程中 我还得当心脚下 求求你别追了 这个地方得跳过去 不行 还得再跳一次 这也太折磨了吧 又冒出来一只大蜘蛛 我指的继续飞奔 也不知我该如何逃离这里 可恶的小肚虫 骨落平阳被犬吸啊 走开走开 面前是死路 原来这里已经到头了 好高的墙啊 我该怎么上去呢 右边有个工作台 试试能不能够到他 很好 我可以做一个铁桶 然后去找刚才那个小水池 就是这里 先把下面的箱子拆掉 再把水的源头装进桶里 成功了 接下来我得返回墙边 随后利用水桶构建水电梯 一点点爬上去 上面有着一百只各种各样的怪物 我必须忘花从中国 片叶不沾身 比我想象的还要危险 把水收回来 接着就可以飞速开润了 不过依旧要留意脚下的方块 快快快 就要成功了 来到边缘跳下去落地水 真不敢想象我居然逃出来了 三个小时后 所有玩家会被强制拉进决斗场 我只有一颗心 很容易被他们斩杀 但要是我能找到斩杀棍 便可颠倒攻守之势 这是一座猎人仓库 我特意换了个皮肤 能够完美融入这里 我要进去找棍子了 移动的时候尽量贴着墙 发现没人后便可以搜刮这些野生箱子 好像有人要来 我先躲一下 这位猎人是来从东西 三秒后便急匆匆地走了 让我看看脚下有什么 一堆破烂 这边的箱子里有什么呢 隐身药水还可以 有了它我就可以大摇大摆了 不过得小心冒出的粒子气魄 棍子应该就在这 趁它转身我再开箱子 这么穷啊 wait who's opening my chest wait this is not good someone up here what's it down no it's up here I'm just up here wait is that particles I see 完了 我好像玩过头了 这家伙以为我出去了 趁着这个机会继续翻箱子 all right If you're looking for my stick it's not here all right you'll never find it 见好就收 我可以撤了 do you go downstairs 难道不知道穷扣墨锥吗 以为自己有下戒合金甲就两不起 很可惜他们现在是我 斩沙棍确实不在它这 不过它的工具倒挺奇的 没想到这家伙还有龙蛋 由于这玩意有极高的收藏价值 我可以用它来当陷阱的诱饵 从而收集斩沙棍的情报 先找一个离猎村远一点的风水宝地 搭建一个简易的飞式商店 随后就是最核心的部分 将小麦布前面的泥土换成沙里 然后布置一层告示牌 挖一个大概这么深的小坑 把龙蛋交易的地址发出去 很快我们的买家就来了 我想要知道一些有价值的情报 勉勉强强吧 也行 合作愉快 这颗龙蛋是你的吗 不用谢 我的服务还没结束呢 完蛋 这家伙还活着 可恶 这家伙反应这么快吗 不过好消息是我知道斩沙棍的位置 大概还剩两个小时 我必须加快自己的游戏进度 先来下届收集一些火焰棒和墨影珍珠 找到下届要塞了 可惜我只有两颗星 必须得小心谨慎 一个野生箱子 里面居然有钻石 真是壮大运了 接下来去找刷怪龙 没听错的话 火焰人就在我头顶 先用方块抵挡他们的攻击 也可以作为拉扯要用的掩体 抓住他们两次攻击之间的间隙去输出 只剩一个怪的时候便可以满意 十分钟后 我带着五根火焰棒离开了 下一个目标是株灵堡垒 我得找他们借点金子 看得出来他们非常欢迎我 但是我非常设苦 还是自己悄悄摸进去做客吧 株灵的家当也太肥了 本着帮人帮到底的园子 这些野生金块我也帮他们收起来 随便找一位株灵把这些金钉扔给他 希望能给我换一些墨影珍珠 给了五颗 还不错 我可以溜了 接下来可以返回我的传送门门 可我却没想到 传送门前有两位猎人首位 坏了 这些人在蹲我 我本可以等他们走了再出来 但我的时间很紧迫 对于这种情况 挖洞法便是最优积 可以借助猎人的名牌 确认传送门的位置 我来到他们脚下了 没有陷阱道具 我得想办法把他们引开 直接发动嘲讽技能 两个小丑 你爷爷在这儿呢 猎人当即恼羞成怒 我钻入洞里回头封路 随后跑到传送门下面破头而出 嘿嘿 这两个家伙不太聪明了 有惊无险回到主世界 先合成几颗墨影之夜 现在我得去找下届要塞 大概还有50分钟 找要塞又花了5分钟时间 希望这里的传送门 已经被猎人激活过 虽然他们很讨厌 但有时不得不承认 猎人还是有点用的 都找10分钟了 还没找到传送门 这个地方肯定是了 很好 传送门已被激活 斩杀棍就在返回传送门的下面 要不是猎人告诉我 我绝对想不到他在这里 来到传送门旁向下挖洞 不对 为何这里什么都没有 难道那家伙在骗我 还剩半个小时 再挖5分钟试试 挖不到就另想办法 目前生命值最多的玩家 有20颗星 而基础血量是10颗星 看来我是被人骗了 在进入决斗场之前 我得尽可能剪除猎人鱼 这就需要做个陷阱了 先去青青草原找一些羊 为了收集羊毛 我只能含泪将它们送入轮回 再收集一些原物 全部制作成床 为了让猎人来到这里 我直接公平喊话 斩杀棍在墨底 随后来到登陆平台守住带兔 将所有的床放在快捷栏里 点击右键 成功击杀一位猎人 现在我有三颗星了 肯定还会有其他猎人来的 因为他们都是好奇宝宝 但我还是那句话 露头就秒 可以见好就收了 万一他们集结大部队 我就麻烦了 结果正如我所预想的那样 一支猎人小队进入墨底 他们在搜寻我的下落 十分钟后 他们在非要石柱附近消失了 原来他们都在柱子下 斩杀棍不可能在你那儿了 待会你完蛋了 猎人的行为结合刚才嚣张发言 我猜测斩杀棍百分百在那下面 无奈猎人现在都守在那里 我基本没有任何机会 对了 还得使用吊虎离山剂 先回到主世界 我得找到那座猎人仓库 猎人都在墨底 因此这里绝对安全 我的目标是灵魂杀和凋零骷髅头 拿上这些就得赶快返回墨底 毕竟一来一回就要花去十分钟 不用说你们应该也能猜到 我要在墨底召唤一只凋零 帮我吸引注意力 先超度一位黑施主拿到设例子 然后在猎人守护的黑曜石柱后面召唤凋零 光速远离暗发现场 也许是因为时间所剩无几 猎人纷纷出动与凋零战斗 他们绝对想不到 我会在最后一刻溜进保险 在哪在哪 千万不能空手而归啊 一个箱子 终于找到他了 虽然外表看起来平平无奇 但他的能力堪称半 被他击中的人会只剩一格心 猎人拿他没用 但是我就不一样了 我还想再拿些东西 可时间却结束了 我们被传送到决斗场 我还没反应过来 猎人们就抄起武器朝我进攻了 殊不知我的手里有斩杀柜 谁敢上来我就打谁 但是我绝不恋战 1v1我必胜 但1v2我就没什么优势 因为我只有四格血 我先找机会给他们每人来一锅 被击中的人基本就丧失了战斗力 所有人都被我摸一遍了 可我这点血还是没法硬上 得想个办法远程击杀他们 弓箭这把武器就是个不二血 看得出来 猎人也很谨慎 谁敢靠近我我就射谁 这是个一对一的好机会 直接拿下一血 其他猎人终于察觉自己上当 他们抄起近战武器决定找我肉搏 但可惜你没有喊上自己的队友 还是那句话 一对一我无敌 再来个黄金爆头 想偷屁股 很遗憾被我发现了 还剩最后一位猎人 你小子很会扭视吧 直接一箭将其送走 不到最后一刻 我是不会放弃的 猎人尾随我两个半小时后 终于逮着机会将我发射 四周都是虚空 唯一的落脚点只有一块粘叶块 我踩上粘叶块 然后落到干草块上 正当我要喘口气时 猎人猛地便去挡我 事到如今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见我走进监狱 猎人反手将路封死 这个黑钥匙监狱有很多小洞 并不是为了方便我越狱的 而是为了方便猎人时刻监督我 不知道监狱下方有什么 让我挖开看看 看到是黑洞洞的虚空后我死心了 监狱周围还有什么呢 居然有一株紫苏果树 我试着去挖掉它 可惜这个距离够不到 要是能拿到紫苏果就好了 让我看看能不能造些什么 TNT还是很不错的 可以用它来榨掉果树 还得再做一个打火工具 刚好构作三个火焰弹 利用它来点燃TNT 向后退三步五上耳朵 随着砰的一声响起 紫苏果树被榨掉了 地上只有一朵紫苏花 我可以用它来种树 甩出钓鱼杆挂上鱼钩 随后退到一旁缓缓收线 接着从下方的小洞里不断地甩钩收线 经过三次反复操作拿到紫苏花 将它种在墨地岩上 十分钟后紫苏果树触点了 我将树根打掉 得到了五颗紫苏果 先看一眼点玉掌猎人在干嘛 给避开它的视线范围 我在角落吃下紫苏果 高手不赢第一把 我还有四颗果子一点都不慌 第二颗依旧是原地传颂 吃下第三颗 这下我成功出来了 利用第三视角观察岛上的情况 看来我离开这里的唯一办法 便是击败猎人 先爬到监狱的顶部再想办法吧 很好 它正在把玩箱子 趁着这个机会 先将鱼钩挂在它身上 心里默念一遍三二一 将它拉下虚空 嘿嘿 这才叫做神不知鬼不觉 点玉掌意外坠入虚空 猎人用脚都能想出来 是我在捣补 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从他们的末地基地感来 估计最多只要一分钟 我得抓紧时间逃离这里 先将箱子里的东西取出来 让我想想该做些什么 半分钟后猎人开始搭桥 这可不妙 要想脱离猎人魔爪 只能做飞行器了 先放侦测器 然后像这样摆放四块蜂蜜块 侦测器前方放置粘性活塞 左右两侧的装置中心对称 猎人已经抵达监狱了 他们纷纷朝我拉弓射箭 就算他们现在赶过来也来不及了 因为我只要挖掉这个墨底岩 就能启动飞行器 我的宇宙飞船扬帆起航了哈哈 猎人们只能干瞪眼 三分钟后 他们利用墨影珍珠抵达对面的导物 纷纷拉弓朝我射箭 箭矢如同雨点一般从我身侧掠 还好我脚下的是蜂蜜块 飞行器的终点是一座墨地城 此时猎人离我只有十秒的脚程 他们边追边射 这导致箭矢的准度极低 还被我拉开了距离 我率先钻进墨地城里 用活塞堵住来路 我得在他们追上来之前 找到一些不错的战利品 这样才能有资格和他们周旋道德 大意了 居然有猎人不走OT啊 忽然我被潜影背吐了一口 身体渐渐开始漂浮起来 赛翁师马胭脂飞腐 潜影背的浮空帮助我来到墨地城的最高层 我打开墨影箱取走自己的钻石套装 将钻石套装穿在身上 来到墙壁外面暂地锋芒 眼见猎人后脚已经赶上前来 我直接跳下去重新找机会 看来还是得拿到翘翅啊 不然猎人就没完没了了 利用墨地岩搭高接近墨地船 随后借助潜影背的浮空效果去往船帆上 下了楼梯直奔翘翅 将翘翅穿在身上 挖掉船舱滑翔出去 呜呼起飞了 接下来就是去主世界传送门了 白白的猎人们 小爷不奉陪了 可当我抵达传送门时 才发现猎人把墨影龙复活了 坏了呀 难道我要被困在墨地了吗 我不甘心 我今天必须在猎人的围杀下 击败墨影龙 虽然可能性微乎其微 但是不试试哪能知道能不能成 我现在唯一的优势就是 比猎人多了对翘翅 我得利用自身的灵活性跟他们打游击 墨影龙已经完全复活 我站在最高的黑药石柱上 攻击猎人和墨地水晶 忽然一位猎人传送到我身边搞偷袭 可他交战一番后 发现不敌只能撤退 毕竟我比他们少了个凶甲 还是得打游击 不能和他们硬拼 终于将所有的墨地水晶都打爆了 接下来便是当着猎人的面屠龙 一个滑翔来到墨影龙身下 砍了两斧子后 我被他一巴掌扇飞出去 还好我身上的是翘翅 不然我这下飞死即伤 在空中先向他射两箭 他的血量终于被我磨到二十分之一 我来到墨影龙七七的柱子下砍了一幅 却不成想他直接就飞走了 赶紧掏出弓箭向他射击 仅仅两箭便将他送走 成功在猎人的围剿下击败墨影龙 接下来要做的便是 在猎人堵上传送门之前穿过那里 好在猎人将大部分心思都花在了拦截之上 只有一位猎人在堵鱼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我直接凯旋而归 等等 为什么我的床在猎人基地 三秒钟后猎人们将我围了起来 没想到吧 你的基地被我们拆了 这里现在是我们的基地了 老规矩 我自觉交出身上的钻石套装 这就是我作为阶下球的态度 猎人将我击落至监狱底部 你猜猜我们为什么不堵呢 不用想都知道了 他们就是想在主世界继续羞辱我 吃块烤猪排冷静一下 让我想想怎么离开这里 距离出口大概三十米 我还有二十块墨地石砖 让我试试能不能搭高出去 石砖搭高用完了 我大概才到一半的距离 将石砖挖掉 回到下面开始制作半砖 总共得到三十六块半砖 将工作台带走 接着继续搭高 这些半砖和方块 送我到四十米的地方 距离上面依旧有着五米的高度 我忽然想起底部的岩浆 将方块全部打掉回到下面 利用着火时的弹跳增强效果 说不定可以帮我完成 最后几米的跨距离 首先将半砖摆放在墙壁上 它们之间的高度差都在1.5米 正常情况下是无法跳上去的 只有在喝下跳跃药水 或者身体着火后才行 将半砖摆放到我过不着的位置 接着深吸一口气踩一脚连浆 随后便可以利用 受伤后疯狂分泌的肾上腺素 来增强体能 实现这些在平时做不到的事情 跳上最后一块时火焰刚好熄灭 接下来只能靠我自己的正常体能吗 还剩最后三米了 垫上一块半砖 旁边放上工作台 垫上干草块 我可以登顶了 但是得确保周边安全 很好 周围没有猎人 我躲在最近的房子后面 先是观察猎人动静 接着打碎墙壁来到屋里 找些食物补充体力 就在我要出门时忽然发现有猎人走进 我迅速钻进房间里 打碎玻璃躲进水足箱补上两块木板 如果这家伙在这里耽误太久时间的话 我一定会被淹死的 这家伙的一举一动都让我心急如死 好在他只是来取食物的 他走后我连忙打碎玻璃回到外面 总算是活下来了 这家伙正在工作台造东西 角落里有个木桶 让我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好东西 将木板拆掉 把木桶里的东西全部打包带走 来到下一位猎人的屋子外面 他正在使用铁针 趁着打铁的声音响起我打开箱子 成功做到暗度陈仓 箱子里居然还是我最爱的红石材料 在猎人基地郊外的矿洞里 挖出一个直底基岩的深坑 我也要让猎人体验一下被虚空包裹的感受 先是做出一个基岩粉碎机 最后放置一个火板门 趴在火板门下启动拉杆 随后疯狂用鼠标点击右侧的飞钥匙 将活塞挖掉后 你就会发现基岩层已经出现损坏 十分钟后我抵达基岩的最后一层 继续启动基岩粉碎机 三次爆炸后基岩层被炸穿 在原室旁放上一个木栅栏 随即将拴绳一端绑在坤哥身上 另一端绑在木栅栏上 一点点将坤哥挤下去 看着他挣扎的样子我真的很能握 但是没办法 接下来还要在他身上放三艘船 将木船划到基岩边 下船后慢慢将它推下去 然后再像这样多放几艘船 再然后便是布置陷阱的启动装置 虚空上方搭建一个小平台 平台左侧放置粘性活塞和原石 活塞后面放上中继器 然后是布置红石线路和拉杆 最后要做的便是邀请猎人们去看坤哥跳舞 可猎人却对坤哥丝毫提不起兴趣 他们一看到我便两眼放光 我眼见不妙只好回头便跑 猎人一口气放出66只烟花火箭庆祝我的到来 我钻进矿洞一路朝着深处跑去 猎人越追越兴奋 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降临 我跑到尽头启动拉单 就这样猎人们纷纷掉了下去 运气好的则是坠入虚空 其他人将会被永远困在小船上 有坤哥相伴他们绝对不会进入 在外面忙碌一天的我想回家撸猫 却发现宠物猫杀力不见了 与此同时一群大汉凭空出现将我包围 原来是猎人啊 你们把我的猫怎么样了 眼见猎人手持利刃 我慌忙求饶 无奈我只好照做 如果你还想见到自己的猫 就按我们说的做 好好好 希望你们能言而有信 两分半后猎人们粗拥着我 来到一个海上孤岛 这里看起来风景还是挺不错的 有樱花有竹林 简直就像一个世外桃源 可很快我美好的幻想便破碎了 因为发现眼前的这座红褐色的山很不对劲 它高耸入云而且浓烟滚滚 像是一座活火山 很快我的想法就被证实了 猎人见我察觉到异状 便丝毫不再掩饰他们的动机 你们为什么要将我赶到火山口 肯定是带你看风景啊 距离火山口越近我越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炙热 他们将我赶到火山口旁 我不可能下去了 真的吗 这可由不得你了 哈哈 好险好险 差点我就直接坠亡了 祝你玩得开心 朋友再见 看着猎人嚣张的嘴脸 而我却什么也做不了 如今已被岩浆包围 除了中间的平台没有其他的落脚点 不知道为什么猎人们改变主意了 反正不可能是来看望我的 这些人手里拿的TNT很肯 果不其然 他们不仅要把我困在火山内部 还要利用TNT来将我挫骨扬灰 猎人这是真的吓死手啊 我们每个人都只用了一组TNT哦 虽然听起来不多 但是仔细一算 这可是十组TNT啊 怕不是能把火山直接移为平地 猎人告诉我三分钟后 他们就会撤离这里 希望我一个人玩得开心 我玩你星星 他们走后肯定要点燃TNT 还有一分钟 我将猎人没用完的TNT拿到手 随后找到距离最近的洞口 用TNT垫脚上去 再把引燃的TNT拆掉 正所谓俘获相依 猎人虽然布置了许多的TNT 但是他们留下的人工山洞 正好可以帮我快速逃出火山 还剩半分钟 我跑到山洞洞口 此时的猎人们都在我的头顶 我悄悄转移位置 观察他们的动向 还剩最后五秒时 猎人们进入火山下的河流里 我也一同跳了下去 直接钻进水底防止被他们发现 倒计时结束 火山内部的上万吨TNT开始爆炸 这场爆炸足足持续了三分钟 不知道富士山会不会像这座火山一样 我一路尾随猎人 希望他们能带我找到宠物猫沙利 只见猎人们都来到一处山崖上 他们驻足向下观望 嘴里念叨着这里适合招待客人 不知道是什么客人有如此大福 继续聆听他们的对话 我们只要把这只猫杀了 可以是阿虎愿意出嫁十足绿宝石和下界合金块 好家伙 这么多物资我都动行了 但是想害我的猫绝对没门 动了我的猫就相当于动了约翰威克的狗 我绝对会让猎人们后悔做出这个决定 沙利营救计划开始 先是来到猎人村庄里 确定所有人的位置 随后往没人的房子靠近 打碎玻璃开始零元购 将可能用到的东西全部拿走 来到这间黑药室房子里 打碎遮光玻璃进来 先躲一下进来的猎人 还好他没往这看 不然我绝个屁股实在羞耻 箱子里有什么东西能看这么久啊 一会我非得给你箱子搬空不可 一些药水经苹果和墨影珍珠 这些都是PVP一大助理 继续搜集猎人仓库 挖掉钻石块和金块 等到他走后我开始翻箱倒柜 在这里找到了下界合金裤衩 以及一些武器和墨影珍珠 现好就收 毕竟背包都快装不下了 猎人村庄中央有人在站岛 我得避开他的视线行动 在一旁的房间里发现一排盔甲 楼上有人 他好像要下来了 正好可以借助盔甲藏身 一位猎人简单扫了一眼便走了 他没看出任何的不对劲 我悄悄出来打开箱子 我勒个去 谁家这么有钱啊 还有附魔的下界合金套装 以及墨地水晶和不死图腾 我赶紧将图腾拿在手里 这次是真的发了 猎人的这些不易之财 我用着也温馨无愧 来到猎人村庄最僻静的角落 随后开始向下打洞 遇到岩石就停止下挖 然后开始横向下挖 直到将整个村庄下方都挖出一条隧道 接着就可以开始布置TNT了 这些TNT要埋得深一点 直到抵达一个天然矿洞就可以停止了 顺手将这些碍事的小怪清理一下 也算是未明除害了 继续在矿洞里布置TNT 此时我听到猎人的说话声 他们计划在五分钟后将沙利送给阿虎处置 这可不太妙 我加快手中的动作 随后开始视察各地的TNT布置情况 敌人是十位武装到牙齿的猎人 我只有这出气不易的一击 必须要确保能够一击中创猎人大队 不然我和沙利就都成小丑了 检查完毕 现在可以进行点火仪式了 随着第一块TNT的引爆 其他TNT急如雷电般迅速爆炸 由于第一波事故让猎人有了防备 因此第二波袭击只带走了一位猎人 两次袭击共带走五位猎人 我对这个结果已经很满意了 吃下金苹果 接下来就要和猎人们贴身肉搏了 磕下力量药水 一照面我忘记拔剑了 这波小失误不要紧 赶紧拉开距离吃个金苹果 补充好状态转身再战 两剑便带走第一位 虽然我要水多金苹果多 但是他们人数上还是占据优势 我只能不断地拉扯打消耗 然后在司机斩掉血量最低的 每当被围攻我就掏出墨地水晶 就这样又送走两位 其他的猎人摸清了我的战术 他们开始抱团寸步不离 我的破解之法便是乱披风剑法 也就是乱拳打死老师傅 他们渐渐不敌 最后我将他们一位接着一位的都送走 就在我以为自己赢下这场讨伐战时 猎人最终的Boss来了 他就是那个要买杀力性命的黑石阿伯 只见他手持不死图腾冲了过来 我直接用墨地水晶炸他一下 随后开始肉搏 我们一直从村里打到村外 期间还有一只蜘蛛在帮我攻击他 以及一只苦力怕的偷袭 终于将阿虎的第一个不死图腾打掉了 蜘蛛开始转身攻击起了我 他夹在我们中间被阿虎顺手收拾掉了 此时我仅剩半颗星 赶忙拉开距离补充状态 可阿虎根本不给机会 就这样我的图腾爆掉了 我赶紧吃科金苹果 这时我发现阿虎的第二个图腾也爆掉 这下我们回到同一气旁线了 没了不死图腾 他很快便被我斩于胯下 沙利终于安全了 我来到猎人村庄的中央 只见岩浆上悬挂一个笼子 里面正是我的爱宠 刚上线服务器就发现猎人在和我双排 我好像身处一架飞行器上 美好的一天从捕获雷击开始 看了眼坐标我原地实化 距离我的基地一千三百万米 我勒得去 猎人这是得多有耐心啊 没有两个半月的赶路我现在很难回去 猎人转身看我一眼 随后将我击落 还好我没被摔死 但有的人看似还活着实际上已经死 趁着猎人飞行器在掉头 我赶紧顺着水流上去找他们 不然我可能再也回不去了 可我上来后他们直接发车 留我一个人在这蛮荒之地自生自灭 眼见回家无望 我朝着猎人的背影大声问候他们的家人 骂完了气消了 又得重新发育了 喜欢我们给你送的惊喜吗 当你醒来发现自己离家一千三百万米 希望你也能感受到惊喜 用手撸数十分钟 年年强抢收集了些足够用的木板 我的奔跑速度是每小时两万米 要想跑回去至少得六百五十个小时 换算一下也就是不吃不喝二十五天 我滴个妈呀 猎人们真该死啊 不过我有个办法可以在一天内回去 暂时先卖个关子 先挖些原石制造工具 只需一个石岗就行了 然后做些木板门出来 将工作台带走 在水下挖矿有一个好处 就是能直接找到我需要的矿石 只要放下木门就能隔绝海水 从而像陆地上一样正常挖矿 我需要采集一些铁矿石 当这里采集完毕就得在峡谷中寻找下一处 有时运气不错还能找到一些钻石矿 两个半小时后我顺利集齐钻石套 而且还意外找到史莱姆 击败这些史莱姆就能得到粘液球 它的作用是可以合成粘液块 然后便是收集一些红石 按照老方法直接去水下找就行了 一切准备完毕后便可以动身去往下借 虽然从下借赶路能快很多 但我可不是来赶路的 而是收集金块和远古残海 这一路上我疯狂挨打 好在终于是找到金块了 大高来到金块所在的地方 然后挖掉这些碍式的夏戒盐 吃点苹果补充下状态 接着就可以开工了 我现在是一位勤勤恳恳的黄金矿工 可刚挖了没几下就被株林偷袭了 虎落平阳被犬欺啊 不知道他们脾气为什么这么大 毕竟这些金块又没写他们名字 这里刚好是在第15层 这一层的远古残海比较多 我就顺手将它们收集一下吧 兜兜转转又是两个半小时 接下来就是制作墨影珍珠超远距离发射器 先挖一个洞在里面放上红柿火把 上面封上泥土块 然后也插上红柿火把 将活塞像这样放置好 它会规律性地进行伸索 跟泥土块隔两米再挖一个洞 放上中计器 接着布置一排的粘液块 大概放七八个就够了 活塞的前面放置一个炸烂门 确认它可以正常工作 然后一直又寄它 直到活塞收回去 这时就会丢出超远的默影珍珠 经过粘液块的弹射后 它的飞行距离会增加十倍 反复谈了几次后 我刚好来到猎人基地附近 此时的我还远远不是他们的对手 还是小心为妙 可别被他们发现了 确认我的周围没人后 我才慢慢溜下树梢 现在还有最关键的一步要做 那就是找个安全的地方升级装备 这是距离猎人基地 一千米的一座山头上 用铁厨帮大树修剪支插 收集一些树苗 这些都是留着做燃料用的 将背包里的高炉放下 然后是锻造台 把远古残骸放在高炉里 制作一些精品品 以及下界合金锭 在附魔台给钻石装备进行附魔 并在锻造台一一升级 就这样我拥有了服务器里 第一套下界合金装备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过够了太平日子的猎人 恐怕现在一碰就碎 刚好他们今天要出去打牙剂 结果在门口碰见了我 尽管我现在拿捏他们 就像杀鸡一样轻松 但那样可能会将他们吓跑 不如洋装不敌又敌深入 从而一网打尽 他们不敢再往前了 那我就主动出击吧 杰西敢站在最前面 肯定有什么过人之处 让我来考教考教 结果没想到这么轻松 就将他斩杀了 猎人这纸糊的战斗力啊 这一番过后猎人 再也不敢硬抗我的伤害 他们开始了车轮战 打我一下就拉开距离 换个人顶上 这个战术确实有点东西 能将立于不败之地的我一腿 我认可了 吃块牛排回身再战 看看有没有机会 破解他们的攻势 一旦被我逮到 那就是三件的事 场上还剩三位猎人 我们不约而同的 都开始补充状态 没想到有人不讲武德搞偷袭 既然如此 我不把泥石打出来 算你拉得干净 阿火这小子跑得太快了 只能先对付余下的这二人 他们二打一在我的手下 依旧逃不到便宜 我反而将他们挨个打残 此时阿火补满状态回来 我不得不先拉开距离补充状态 躲在屋檐下先吃块牛排 在前方转角处遇到一位 随手两件我占据优势 本想上去将他拿下 可身后二人再次将我顶开 无奈只得再找机会 反正我已确定 猎人不可能是我的对手 直接冲进他们的地里一番装修 给他们造成一点小小的精神打击 猎人果然急眼了 有人没忍住冲了过来 这么好的机会我可不能放过 直接上去一箭将他送走 他的好机友尼哥看不下去 冲上来找我拼命 可他又怎会是我的对手 一群虾兵蟹降罢了 只剩最后一位猎人阿火 这家伙一直在跑 我不得不拿出 看家本领嘴炮攻击 你是愿意站着死还是愿意贵着 大丈夫能屈能身不错 但也不会一直像你这样缩着 在我的一番挑衅下 他终于要跟我硬碰硬了 然而他在三打一的情况下 都只能逃跑 一对一就更不可能了 至此所有猎人都已被驱逐出服务器 当进游戏我就开始了自由落体运动 直至两分半后 平稳降落在棉叶块上 猎人要求我脱掉盔甲坐上小船 我倒要看看他们想倒什么鬼外 只见飞行器的下方 是一壶绿色的不明液体 这是我们为你准备的核污染水 至于碰到它会有什么反应 你就自己试试吧 飞行器到达小岛上空时 猎人将我推了下去 再见了 祝你玩得开心 说罢猎人们便飞走了 第二天早上 我绕着这座小岛巡视了三圈 在挖土时我按耐不住好奇心 试着碰了一下核污水 结果我直接中了枯萎辐射中毒 等一系列负面效果 最后是头晕恶心 一分钟后症状减轻 我心有余姬不敢再靠近核污水 将岛上的原木都挖掉 岛屿边缘的粘液块也顺手采集了 随后制作出工作台 接着做出万能小船 只要是谁我就能划船 可我没想到小船入水计划 核污水实在太可怕了 我还有一颗紫松果 但是它只能短距离传送 估计在这里吃下它也只能原地传送 夜幕降临 就在我苦苦思索逃生之法时 我发现了围墙上的墨影施主 有办法了 我可以将它吸引过来 然后超度它 先在这里留出两格的位置 这样墨影人来了就只能干瞪脸 随后我开始和黑施主眉目传情 他果然忍不住要来揍我 绕了一圈他都摸不到我 肯定急死了哈哈 而我则是老老实实帮施主修脚 可惜他的佛门秀微不够 没能接触墨影舍粒子 只能寻找下一位受害者 最后在第三位施主这里 才得到墨影舍粒子 稍微休息一下 来到第三天早上 我掏出墨影珍珠 仰天45度角全力致出 随后看着它缓缓下落 突然我的身体变换位置 还好我反应迅速 这才没有坠入湖里 距离上面还有8米 而我的背包里只有4个方块 将方块全部搭完 抬头看一眼 这下可不太妙啊 正打算挖掉方块重新搭高 这时我注意到了子宋国 哈哈有希望啊 成功来到城墙上 一转头便发现8双眼睛在盯着我 吓得我赶紧跳入水中坐上小船 我恨不得直接飞到对岸去 生怕被这些猎人缠上 行走在核污染水附近的丛林里 必须十分小心 因为猎人为了防止我越狱 肯定在周边布置了许多看不见的陷阱 我一边提防陷阱 一边小心猎人的见识 可还是防不胜防 最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猎人幸灾乐火 没想到我又踩到猎人布置的陷阱 好心提醒你一下 每过20秒核污水就会上涨哦 还真有核污水 猎人们说吧就扭着屁股离开了 核污水就快要上涨了 先用粘液快垫垫脚吧 第一次上涨 我没法搭高上去 但是我有活塞和粘液快 以及一个拉杆 做完一个简易的人体弹射器 321启动 就这样我轻松完成越狱 眼角余光发现有猎人赶来 吓得我转身便跑 途中我本想回身反击 但一看到他全副武装手持利刃 一下子就让我冷静下来了 我一路从丛林逃到森林里 又从森林辗转爬山 一路抵达悬崖边 见猎人咄咄逼人的样子 我不假思索便跳了下去 谁知下方居然有人帮了我一把 你这次运气很好 但下次就不一定了 你为什么要救我呢 我自然不可能白白救你 我要你帮我一个忙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去收集四组铁定交给我 要说最简单的方法 肯定是来到猎人村庄界了 眼前的这座大仓库里有人 等到他们都离开后 我悄悄进入 首要任务是收集铁定 其次是收集一些 做陷阱要用到的材料 我到达仓库二楼时 一位猎人刚好进来 发现他要上楼 我赶紧躲在书架后面 希望他不会过来 还好他只是来拿走 烤好的食物了 从大仓库里出来 静静观察猎人动向 随后直奔下一座仓库 关上大门 看到好东西就全部收下 忽然我发现一位猎人 静止走向这间房子 我的心砰砰乱跳 等他停步我望了一眼 原来他是来使用附魔台的 用完后他就走了 待的时间越久暴露的 可能性越大 我现在已经收集三组半了 还差最后半组 突然我听到越来越近的脚步声 我迅速躲在盔甲架后面 随后卸掉手中的钻石剑 不细看根本看不出我的伪装吧 用完附魔台后 猎人又转离开了 来到猎人的私人房间里 在这里收集到两组铁定 这下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现在有五组半的铁定 临走时一位猎人喊住了我 原来是我的交易伙伴了 别动手 你要的铁定我都拿到手了 说到我便扔给他四组铁定 你真是个人才 别打别打 我没写了 行吧 这次我就当没看见你 不要再来了 不然我不会手下留情的 十分钟后我又悄悄摸了回来 这次我是来以德抱怨的 简单查看一眼背包里的东西 我有了一个想法 得去验证一下 在猎人村庄附近巡视一圈 果然被我找到了 他们排放的核污水 做出八个铁桶 将他们都装满核污水 随后来到猎人村庄下方打洞 刚才借东西 使我注意到他们的会议室 如果想将猎人一网打进的话 那就只能是在这里 等到他们开会的时候 我就可以启动机关了 我在会议室的下方 灌满未经稀释的核污水 此时我在下面听到猎人们 召集开会的声音 得抓紧时间 因为不知道下次开会是什么时候 在木板下方摆上十块TNT 观察猎人的位置 随后根据站位继续布置 忽然我听到猎人宣布会议结束 我赶紧将TNT点燃 随后搭告来到外面 五秒钟后猎人们纷纷坠入核污水中 早都劝你们妥善解决核污水问题了 不听我的劝告